2月17日 有网友晒出汪小飞和一女孩在浙江某餐厅吃饭的照片 照片里露出的红色指甲被猜测是张盈盈本人 没想到 张盈盈直接跳出来回复 早分手了 照片里不是我 我在泰国 她最喜欢无缝衔接 据了解 张盈盈一个月前宣布汪小飞对她依旧死缠烂打 爆出大量的聊天截图 而汪小飞最近露面寸头出镜位置太过憔悴 看着有些可怜 万万没想到直播里和着很可怜的汪小飞转身就和美女约会吃饭 而这位美女还不是女友张盈盈 通过张盈盈的爆料 斥责汪小飞最擅长就是无缝衔接 疑似暗讽和大S分开时也是这种方式 不过看曝光的图片 视角应该是当是女子所拍 网友对此发表了看法 这也不是路人拍到的照片呐 汪小飞太傻了 一看就是这女孩自己爆出来的 她怎么每次都找这么有心机的女生呢 怪不得张岚说自己儿子太单纯 没有他妈在 她真不能有今天 据知情人爆料 照片中的一位女子是女网红 长得就是汪小飞喜欢的那一类型 外表清纯 文静 和大S张盈盈很像 看来张盈盈这次是真的和汪小飞分手了吧 一个人跑到泰国度假散心 本以为男方能对她继续纠缠 没想到转身就换了下一个 语气里带着一些不服气的感觉 有网友给张岚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 你儿子才不是妈宝男 也不是什么痴情种 你看得不准 第二 儿子感情问题不是出在女方身上 而是她自己的处理方式不行 第三 别老想着赶走儿子身边的莺莺燕燕 根本问题是你儿子 即使赶走这个 还会有下一个 现在一看 也许两个孩子留在妈妈身边是对的 情绪不稳定的爸爸 每天忙直播 没时间睡觉的奶奶 随后面临后妈坏人的可能 起码现在的继父欧巴好脾气 而且对人带事业温和 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近日有网友曝光狗仔葛思琪的一则直播片段 直播中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汪小飞曾一脚踏三船 是个十足的渣男 直播中有一位名叫做小雨的女生现身与葛思琪连迈 并表示她与汪小飞在几年前就已经认识了 那个时候汪小飞还没有和大S离婚 认识这个小雨之后 她就想离婚追求对方 不过两个人中间插了一个女人张盈盈 据小雨透露 汪小飞早就觉得大S与她不合 双方没法相处 但是身边朋友都劝汪小飞不要离婚 并让她多哄一哄大S 不过两个人的感情怎么都无法回到从前 不仅如此张盈盈还曾感觉自己的小三地位受到威胁 并数次狂怒大骂小雨 还将她的联系方式拉黑 由此可见汪小飞很早之前就一脚踏三船 身边异性不断 根本就没想过和大S好好过日子 据了解这位小雨曾经和汪小飞有过短暂的暧昧关系 而且南方还曾给她转过八万块 因为这八万块钱 张盈盈和汪小飞大闹 并在某聊天软件上对她破口大骂 将场面闹得非常难看 以上直播片段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都直呼心疼大S 还有人说汪小飞就是一个撒谎精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什么瞎话都编得出口 众所周知 汪小飞前段时间因为不想付赡养费的问题 在社交平台上对大S破口大骂 还说她不让子女回北京 不侍奉公婆 不是一个好老婆 也不是一位好妈妈 对于汪小飞的攻击 大S只公开回应过一次 且从来没有对她口出恶言 也没有将她婚内出轨的事情公告天下 但是汪小飞得寸进尺 即使自己做错了也绝不承认 只会指出他人的错误 从不反省自身 要知道 葛思琪已经不止一次的不曝光汪小飞出轨一事 前两个月的直播 她又晒出了汪小飞与很多女性在一起的亲密画面 场面蜡眼程度令人无法直视 表面上的汪小飞似乎是一个全新搞事业的饭店老板 但是私下却是只知道吃酒 喝酒撒花的玩咖 由此可见 大S将两个孩子留在台北 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管如何 都希望汪小飞以后做事可以低调一点吧 也不要再因为感情私事引发争议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会遭到大众的声讨 唾弃 不得不说 汪小飞虽然一直被网友们吐槽是大冤种 但是她似乎真的是很有女人缘 当然不排除有着大S前夫以及京城四少这些头衔的原因 毕竟总的来说 长得不差又有钱的男人的确是备受女人喜欢的 后来如也也是希望 汪大少好好经营现在这段感情 别再掺和大S和光头的婚姻了 近日 有大陆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曝光汪小飞赤身裸体的照片 引发外界热议 照片中汪小飞一丝不挂 左手似乎还放在身后触碰眼丝不畏 场面着实辣眼 不得不说汪小飞的身体着实有点差 肚子上的肚男明显 而且脸部状态也很差 双眼浮肿 鼻子游到发光 不少网友看到汪小飞的裸照都嘲笑她的身材 还心疼大S曾经嫁给了一个品质极差的男人 还有人说 这张照片肯定是汪小飞亲近的人拍摄的 由此可见 她人品有多差 身边才会有这么多的叛徒 据了解 汪小飞前段时间不幸确诊 导致身体变差 但是这两天她已经好了很多 还现身成都麻六级工厂参观 吸引不少员工围观 当天 汪小飞穿着黑色外套 搭配白色休闲帽 穿得非常少 可能是身体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 汪小飞说话的时候声音相当的嘶哑 刚达到目的地没多久 汪小飞就引来超多的粉丝 很多人都缠着她 想要合影 当遇到女性粉丝 汪小飞会把手放在身后避嫌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女友 张颖颖秋后算账 又找她罚款 她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则近矿视频 视频中的汪小飞为自己的餐厅打广告 并称身后的店面是她在成都开的分店 店子面积很大 而且装修精致 希望粉丝可以多多的支持 不得不说汪小飞的经历真的很好 身体好了 一边工作 一边还要四处玩乐 还不小心留下裸照 也不知道张颖颖有没有看过这张图 众所周知 汪小飞前段时间 因为赡养费的问题 在网络上和大S开私 还狂骂她与俊俊叶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丝毫不顾及往日的夫妻情面 双方撕了一段时间后 现在都冷静了下来 大S也不再发声 前两天还和老公聚聚夜 在台北庆祝圣诞节 夫妻俩的感情依旧甜蜜 而汪小飞这边也有张颖颖陪伴 前段时间 张颖颖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与汪小飞外出吃饭的照片 不过南方并没有露面 从照片中来看 张颖颖小腹突出 似乎有了身孕 不仅如此 张颖颖还晒出了汪小飞 给她送的粉色圣诞树 不过 汪小飞这次去成都出差 并没有带张颖颖 女方目前还在北京 看着汪小飞如今振作的样子 着实令人感叹 希望她以后可以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 不要老是蹭前期的热度了 不得不说 年底娱乐圈的所有热搜 都被汪小飞一个人给承包了 一系列的drama行为承包了很多网友 欢乐的源泉 有网友甚至夸张到 每天不看汪小飞的出圈新闻都睡不着 事实也确实如此 很多微博大V写稿的速度都赶不上汪小飞发疯的节奏 自打大S跟剧郡夜走到一起之后 汪小飞就频繁地在微博上炮轰大S一家人 导致很多网友都认为 汪小飞的封批人设是大S一家人亲手导致的 其实不然 熟悉汪小飞的朋友应该有所耳闻 汪小飞尽管不是一名艺人 但是她跟很多娱乐圈的明星圈都PK过 其中 让吃瓜群众印象最深的 就是与张雨琪的恋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网友认为他们二人真的会走到一起时 不止一次被传出护山耳光的名场面 后来通过汪小飞跟大S的Drama事件 不少网友都直呼张雨琪当年选择离开汪小飞 无疑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